歡迎光臨,當今的議長發展 台南市議員蔡旺泉 特別和公廠議長的當今好組合 也叫台南市新聞愛心會議 在黨員合作 在自己的服務處 來基盤一年說他們的這個月 如果是給合計的事求 贏格,甚多人來這裡欣賞 如果是有興趣 不可以再買回自己來收藏 他說全部的收益都會關注去做 當今議長的服務來做事業 讓社會更加有愛心 台南市議員蔡旺泉 現在在他黨區的服務處裡面 有辦了一張公議的月 雷龍是一條電出中正兒童的作品為主 希望可以做出 來喚起社會大眾 對到他們的重視 做回來幫助發展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在整個畫作裡面 就是要有什麼畫家 或者是有特別的訓練的 這樣子的畫展 是不是比較有感覺 但是反過來說 像這樣子的畫展的話 帶給我們的中正兒童 或者是弱勢的這些小朋友 他發自內心的自然的一個感受出來 這個能夠去啟發他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去了解他的心理的取向 也可以做一些協助 在外面的現場 電出了10個為中正兒童 創作的作品 你在參觀的當時 像說有咖啞 也都能夠購買回家來收藏 你全部的收益也都會關注 來作為幫助中正兒童輸容 好到社祖君 可以跟收來自社會大眾的愛心 我們這次展出的主題 就是我們幫12位的重症孩童 包括有患白血症 有癌症 很多的一個重症的孩童 他們的畫作 那他們每一幅的畫作 都非常的感動 而且它是有很深度的一個故事 那也藉由這樣的畫作 希望能夠帶動大家 對重症孩童的關心跟照顧 那我們這次的畫作收藏 是百分之百全額捐贈 給我們這個重症輔助 這個協會 他們來照顧我們這些的孩童 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這張畫的電視由到議員 和光點兒童重症輔助協會 還有台南市聖恩愛心會 上單位來合作舉辦 中的電視和四月十八盒為期 開放給大家的高中參觀 和重症兒童最愛在這裡的支持和鼓勵 這次就這麼痛苦才放不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